虚嫌吴志斬拿菜刀看圓井 激起检警之怒 警察要尊嚴 吴志斬投案後一度被交保 氣得二十多名警察 在地院門口大喊抗議 檢方也提抗告後逆轉收押 儘管有法官認為 吴志斬自行投案也坦誠殺傷警察 三十萬元交保已是重保 但也有其他法官感慨 裁量时应考量外界观感 不能脱离民意太远 法官平常也要看新闻才是 尽管法官们意见不一 凶贤吴志展的儿子 倒是认为爸爸应该被羁压 因为他无法保证 以爸爸现今的精神状况 不会再反